李翔律師 各位歡迎我們蔡英文主動到現場 大家都當家的人 或者是發工線啊 開門留言蔡米醬煮茶 其是簡單 發出的國家更不簡單 你看 我們安靜華伯母 都安靜的 安靜2008 你看一個當選開始安靜了 紅衣八年 沒一個人沒有人 一個王蔡芬芳2016當選 嫁當年 由我紅全力 這不是正黨的顏色耶 我可以說好 沒有我們今天要怎麼活動 為這麼多人 做作為 沒有沒我做 去飯 兩家飯 不用隔板 去KTV 不用戴口罩 來 全世界 有的在鎖國 有的在封城 台灣是兩萬人在看吃飯 我們是在辦金 我們在辦金馬場 我們給我們坐這麼多 各位 這不是簡單啊 這是一天一天 一場一場犯難的 公投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誰會贏 誰會輸 這件事情 我被問到的時候 我都會說公投投的是國家的未來 不是投給哪一個政黨贏 哪一個政黨輸的問題 四個議題不能單一觀察 要放在一起看 這些議題牽涉到能源轉型 穩定供電 國際布局 民主深化 這些都是我們每一天很用力全力再拼的政策 這些政策會深遠的影響我們台灣的未來 現在 我們絕對不能再走回頭部 絕對不要回到過去停滯不前的日子 大家說對不對啊 如果大家都支持我們的政策方向 12月18號的公投 是不是要站出來我們正面應戰 來捍衛我們的理念 捍衛我們的政策好不好 如果我們不敢站出來 讓公投結果拖累了國家的進步 讓台灣在陷阱合適的泥島裡面 再回到缺電的風險中 經貿又被鎖回過去的單一市場 民主被毀案的選物影響 而人民沒有辦法在重大的議題上面深思守力 這樣叫做逗退路 這次的公投選票上面只有同意跟不同意 沒有蔡英文的名字跟照片 大家拿到選票 要記著四張東幹不同意的那一籃 好不好